原本家住在高雄县纳玛下乡 70岁的谢喜妹 在一场巴巴风灾当中 摧毁了她的房子 房子不仅全毁 连最爱的小女儿和女婿 也被土石流掩埋往生 她还因此得了心脏病 直到农历过年之前 搬进了大爱园区后 志工的关怀 还有安定的生活下 现在这位70岁的老人家 重新展开了笑容 她是原本住在纳玛下乡的谢喜妹 巴巴风灾毁了她的家 让70岁的她必须离开故乡 在山林大爱园区重新生活 这里没有了 如果是游了就很怕 就是留 现在不能住啊 都不能住 比较好 过年前搬进大爱园区的谢喜妹 来到新环境 许多事都还在适应 风灾夺走了她的小女儿和女婿 现在她还得抚养一名孙子 也许是生活压力 再加上风灾的惊恐 让她得了心脏病 现在比较好一点 对 我常常吃那个心脏病 还不错了还可以啊 真的实际真的没话讲 真的没话讲 现在目前是还没弄好 但是我有看过她的蓝图 我做的真的蛮不错的 一家人原本还担心老人家该怎么生活 现在住进大汉园区里 除了就医方便外 慈激志工的关怀 让老人家能安心 生活安定了 慢慢扫除风灾的阴霾 重新开始 大爱新闻赵培亭 王昭中高雄报道